你身边是什么样的人,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? 孟姆为了给孟子找一个好的环境,多次搬家,开始的时候,居住的地方离目的很近,孟子学了些祭拜之类的事,于是他将加班到集市旁,孟子学了些做买卖和屠杀的东西,他又将加班到学校旁边,很快小孟子就学会了进退的礼节,孟姆这才定居下来。 随着孟子长大,学会了六亿,最终成为一带大主,你周围的人往往是你的镜子,你也是别人的镜子,选择什么样的朋友,很多时候关乎你的生活质量和优秀的人在一起,久而久之,你也就办法变优秀了。 既然要入市,自然是要加强者看齐,不是妹夫,而是看到在世俗社会中,获得巨大成功的人,他们无以不具有强悍执行力,准确的判断力,以及一户反应的领导力。 阿里巴巴当年创业的时候,只是一家小公司,18个人凑了50万元,创立了阿里巴巴。 马迪说,要把阿里巴巴做成中国人创办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互联网公司,凭借着这份高于常人的眼光和气魄。 十年之后,阿里里巴巴上市,这时把罗汉都成为了一万富翁,所谓入市的强者,是用实实在在在社会,事业中披紧斩棘,查工学会的人,和强者携手同行。 你往往可以看得更远,走得更快,有时候自己潜入花板流逆,疯狂雨季的困境时,经过入市强者的颠簸,和一时我们拨得开迷障,立得住脚跟,出世的智者,总是有一天闲得无聊。 突发奇想,卸下一时,起首天中天,豪宫照大天,把风吹不动,端坐紫禁连,洋洋的意,以为正得佛法,于是把只工尽抄露在山上,派人送上山去,向朋友佛印茶师求引证。 佛印茶师举回了一个字,气,气得苏氏暴跳鲁雷,亲自登门心诗问罪,出驴,你这是什么意思? 佛印冷冷的说,把风吹不动,一屁过将来,苏氏彻底言了,自己的诗里能写出来的道理,却做不到,残河政务解脱。 连苏氏这样的聪明人,有时候也需要佛印这样的出世智者指引,对于普通,如你我的人,每天的生活,不是为这件事相忙,就是为那件事心烦,也许曾经有过壮志凌云, 但都被忘记得一干二净,与出世的智者交流,是在才里有眼,不断提醒自己还有高远的精神追求,让我们在艰难的跋涉中,不忘初心,得到不断前行的动力。 出世的智者,不一定是博能高峰,宗教名士,他可以是年老苍苍的祖父祖母,可以是博学读文的老师,他的一生是别人活过的几辈子,从他那里,你可以侗惜人生的价值,阳光的普通人。 结交出世的智者,可以带给我们尽心的智慧,结交入世的强者,可以带给我们进取的勇气,但其实这两种人,可遇而不可求,更多的人,都只能结交普通人。 和我们一样,有着喜怒哀乐,悲欢离合的普通人,阳光是什么?就是这能量。 不抱怨,在社会压力逐渐增大的今天,这级阳光显得愈发珍贵,面对种种不如人意。 有些人喜欢抱怨,叠叠不救的褚落这个,褚落那个,做事也不情不愿。 其所不欲,务实于人,一个人要心里装着别人,别人才会拿你当朋友,无所顾忌的把朋友当成情绪的垃圾桶,证明他本身缺乏足够的教养。 世事越灰暗,阳光越珍贵,有一个阳光的好伙伴,一起上班下班,一起分搭把忙,一起吃饭聊天,分享人生冷暖,一起旅游喝酒,一起跑步出汗,更一起面对困境,一起努力。 这才是积极健康的生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